狀態不太好 狀態不太好 頂牙都已經熟 牙會縮掉 不外乎幾個原因 有可能是缺了二氧化碳 或者是某些元素 人為的方式 把這些長不好的頂牙把它剪掉 那之後呢 它就會從測牙 大家好我是Robin 我們今天把一個四指缸 整個翻掉 重新的把它佈置 那在佈置的時候 我們會以團狀的方式 就是一重一重的來種植 讓它營造整個區塊的感覺 這樣就不會顯得凌亂 而會變得有那種樹大便是美 一整重一整重的感覺 那這一缸的話 我重新再把它翻掉之後 真的要選擇斷舍離的這個心態 就是挑選我們希望的這個草種 然後把它進行一個區塊性的佈置 那這個在種的時候啊 有一些是水上葉 還有一些是水中葉 水上葉的來到我們的缸子 可能會有一些適應不良 那這些適應不良我們都要加以的關心它 然後把它做一個 例如說頂牙角縮掉的話 要把它進行秋寫 否則的話 它整個植株會長得不太好 水草的頂牙會縮掉 不外乎幾個原因 有可能是缺了二氧化碳 或者是某些元素 導致整個頂牙在生長的時候 因為這些元素提供不及而導致我們的水草頂牙縮掉 所以頂牙縮掉就是一個警訊 那對於這縮掉的水草我們該怎麼處理呢 我們後續來看一下另外一缸 水草這邊啊頂牙開始縮了啊 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們就拿剪刀把這個頂牙剪掉 那為什麼 頂牙縮掉之後啊 你若是一直讓它放著 它頂牙優勢會存在 然後就會一直抑制底下不會冒那個新的牙出來 所以我們用人工的方式啊 把這些已經出問題的這些頂牙 直接把它剪掉 它剪掉之後呢 它就會像這個 新的 長出來 然後或者 像有一些側牙就會冒出來 像這個 這就是縮掉了 這縮掉就沒用了 直接剪了它 有時候我們在整理這個魚缸的時候 真的不要 想說 啊就讓它等 等它繼續撐著 然後看可不可以冒新牙 可以可是要等很久 那等很久的話 你不如直接用人為的方式 把這些長不好的頂牙把它剪掉 那之後呢 它就會從側牙開始冒出來 那冒出來的話 反而你整株 的長勢才會恢復 像這個紅蝴蝶這個也是一樣 都縮掉 這個是 這是買那個盆草來的 所以很多狀態不太好 頂牙都已經縮了 這怎麼辦 還是把它剪 那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剪了它 它就有機會再重新長 你不剪的話 它就一直停頓在那邊 你這就是人為的方式 來我們把它頂牙又是去掉 去掉之後 其實大概再過幾天啊 它頂牙就會 旁邊的側牙就會冒出來 那你假如沒有的話 你就慢慢等吧 有些草喔 一撐啊撐好久 都沒反應 人為剪是最快的 從松尾啊 也是從水上葉開始轉的 那因為它在這個環境底下 它轉的還不錯 看開始頂牙已經開始 有轉紅的趨向 然後因為我一開始的話 這個缸子我的燈喔 我會把它弄比較弱一點 讓那個水草可以 順利的可以轉水 那等它們全部都長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啊 我再把那個燈光加強 然後再把肥料 二氧化碳也加強 那它們就可以順勢的 大爆發 然後到時候就會 快頂水的時候 整個就會轉了 非常的紅 這些 綠蝴蝶啊 或者是黃金蝴蝶啊 這種從盆草來的齁 它在水草廠的環境 到我們 水竹箱裡面可能會不太適應 那很容易就會縮掉 那縮掉怎麼辦呢 你還是要把它 剪掉這個底啊 你剪了之後它就可以恢復 當然盆草這個是比較便宜啊 假如可以的話齁 你還是找那個 買家買那個已經是在水竹箱裡面培育的 那個 到我們的缸子齁 會比較容易適應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如何去整整治這個 水草的成長嘛 你就是等它 然後提供它適合的條件給它 那它有一些已經縮掉頂牙的部分 你就把它剪掉 那其他的部分就讓它慢慢適應吧 你適應大概 兩個禮拜之後 它就可以恢復成長 它就開始成長 像這個的話 這是那個牛頓 它原本來的時候 葉子是屬於寬的這種 算是水上葉的型態 之後慢慢的適應之後 它就變成水中葉 那因為這個草比較 比較不挑環境 所以它一下子就適應了 所以你有時候在選擇 盆草的時候齁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 已經縮掉了那個 你就看 要不要買啦 因為有時候是引種啊 就是引一個種進來 然後 通常來講 假如說我們在選植豬的話 還是選那種比較健康的 我們才會去選購它 這個王朝喔 已經 開始準備要開花了 你看這個 花包都已經出來了 可能再過兩天之後 它 花包就會湊起來了 我們就靜靜的等待它吧 新鋼真的要花一些時間 讓它們去適應 那我們 上述的這些做法呢 就提供給大家一些 簡單的小技巧 做個參考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喔 下回再見